哈喽 大家好 风云风雨 今天要到台大公馆商圈旁边的宝藏岩 你搭捷运或者搭公车到公馆站下车 从这个地方走路大概十来分钟 当然你也可以骑脚踏车或者骑U-bike 就可以到这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 一起去看看 从景美新店西畔回看宝藏岩 这个位在台大公馆的聚落 距离公馆商圈不到600公尺 却像仪式独立一般 不到100户的聚落 孤零零的 矗立在新店西畔的小山头 它距离市区那么近 感觉却又那么遥远 从新店西畔往回走 几十步的路 就到达山脚下的民宅聚落 聚落前的广场 被开发成生态园区 住户们为了维护生态 在这里种植有机蔬菜 山铺上的建筑虽然简陋 朴素 但具有文化资产的特殊意义 2011年 它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北市的第一个历史聚落 在这个占地不算太大 不到四公顷的聚落里 分成三大部分 有援住户的宝藏家园 有艺术家住村的工作室 和国际青年会所 援住户的宝藏家园里 用红底白字写上信式的门牌是特色 屋檐下规格统一的老式灯罩 也很吸睛 橙牌的绿色油箱更与众不同 这里的房舍多半是一山坡建造 所以有许多往上爬的小楼梯 在这个没有建筑章法的聚落里 每一个转角仿佛都能遇见惊奇 吸引很多好奇的年轻朋友来拍照 特别是这一块 你很性感的红色招牌 但是你很性感 其实是个笑话 笑梗就藏在背后 答案是 我不明白 穿梭在宝藏岩的狭窄巷弄 随时会发现文青和摄影爱好者 他们手里的相机、手机 拍不停 仿佛想用照片留下永恒的瞬间 尤其是这一处很有特色的半楼广场 他的每个角落都适合拍一张文青风格的照片 由于这里太抢手 大叔我得排队才轮得到 只是 这里拍起来 怪怪的 半楼广场 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的圣地 不过看起来 有一点点像以前的浴室 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对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早就习惯都市里固定的建筑风格 断圆残壁 在城市里本来看不到 却又真实的在眼前呈现 这仿佛是置身世外的孤绝 却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见面 所以每一个不熟悉的转角 都像遇见惊奇产生惊喜 跟邻近的台北市商圈比起来 这个地方的矮像阶梯非常的特殊 每一个转角都是惊奇 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拍照留念 山坡上的阶梯很多 看着年轻人爬过一层层楼梯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不由得想起南宋诗人心气急的思 少年不是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思 强说愁的感觉 不过 现代的年轻人很少人写诗 而是手机相机拿起来就拍照 上传网络云端 打卡标记 表达情绪 新信级的诗 如果改成现代版 很可能是少年不是愁滋味 爱拍美照 爱拍美照 为了打卡 任遨游 不过 宝藏岩聚落 虽然很好拍 但是很多质朴的角落拍起来 还是有一种萧瑟的落寞 宝藏岩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聚落 这个地方从清朝开始建庙 到了日本时代 这边开始修建了炮台 到了国民政府来台 这边又变成了一个军事据点 这个地方是很有历史的 很有历史感 22户私人住家的门口 用红底白字写上姓氏 和主人生平故事 他们多半是退伍荣民 以及1970年代来自外乡 挤进台北城打拼的辛苦人 荣民和穷人 当然买不起市区的房子 只好在这个房价蛋黄区的边陲 没有人管的小山坡边 自立就记的 盖起窝居般的小小围建 因为里面还有住人 参观的时候要小心音量 避免喧哗 也不能够随意进入私人房舍 要尊重当地的民众 站在宝藏岩的高处 可以遥望和罗斯福路 仅一阶之隔的禅除山 山上的军用雷达站 还清晰可见 之前的《风延风雨》里 风哥曾经详细介绍过禅除山 它也和宝藏岩一样 历经清朝日本到民国 这里不只有枪炮阵地 更有防空洞可以见证战乱的历史 宝藏岩聚落里 另一个重要的元素 就是国际艺术村 这里的住村艺术家 比平民住户还多 看到这两排绿色油箱了吗 每一个油箱都专属不同的住村工作室 可见宝藏岩在台北艺术圈 有相当的地位 这里经常举办各种美术展览 展出各种实验性媒材 当然也成功的吸引文青们 驻竹拍照 认真说起来 宝藏岩这个都市边缘的保留地 其实也真的很好逛 搭捷运或公车到公馆站 逛完了台大校园或公馆商圈 再绕过来这里不过十几分钟 行程很方便 如果骑U-bike或者像风哥我骑脚踏车 这样的行程很适合掌求高效率的年轻人 更适合感官情绪都很敏感 未复兴师强说愁的文艺青年 新殿溪水深潺潺 傍水一山的宝藏岩风景很美 尤其立冬后的深秋时节 相比于年轻人欲富兴师强说愁 对风哥中年大叔来说更有更深一成的感慨 那就是心气急诗词的后半段 而今是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到天凉好个秋 我想到宝藏岩来闲逛的中年男子 大家都不像年轻那么激情急躁 每个沉默的欧几桑背后都有说不出的愁绪 而所有的感慨好像也只能用天凉好个秋 这有说等于没说的来表达一种含蓄 不过真正应该说的是宝藏岩的由来 我们从公馆小路走进来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宝藏岩寺 长生都市边陲的宝藏岩聚落 它的名称就源自宝藏岩寺庙 这个从清朝就修建的古庙 里面敬拜的观世音菩萨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 但是必须提醒大家的是 就像大多数的台湾寺庙一样 灯火通明的宝藏岩里 供奉的主神虽然是观世音菩萨 但陪伺的是地藏王菩萨 他背后安放的更是前人的骨灰 各位要不要进来参拜 心里必须先有个打算 回首宝藏岩的历史 从清朝香火鼎盛的寺庙 到日本战争期间的军事重地 再到国民政府客难的宿舍 最后是艰苦人弃身的违章窝居 宝藏岩就像池塘里的扶贫 每一个阶段依附在不同的历史上 但是2011年被列为历史聚落之后 宝藏岩这块扶贫终于定根了 可见的未来它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变 它会认真地呈现生于丝 长于丝的样貌 最后要提醒的是 宝藏岩聚落虽然在公馆商圈 但是园区开放的时间有限制 星期一是全天修馆 周二到周六上午11点以前也不开门 想来体验这里独特的聚落风格 切记要把握时间 喜欢这则影片 欢迎你分享按赞订阅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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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